一般来讲这个临床的这个症状的症状就是出血和脱出 如果是遇到一些水肿的或者是炎性外质的话还会伴有疼痛 出血的话如果在早期的话呢出血量小 我们进行一些药物治疗就可以止血 但是如果是出血的时间过长出血量过大的话 一般它有可能会引起失血性休克 这个就可能危及生命了 脱出这个问题呢一般我们患者在变时或者变后 这个脱出物如果能自行还纳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药物治疗 或者是患者平时系一些辛辣 然后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 能够让这个脱出得到明显的缓解 但是如果这个脱出物很大 用手不能还纳 然后久走或者是久坐都影响的话 这种呢我们就需要就医 然后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治疗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